今天是大年初三 按理来说应该是走亲访友 开始走亲戚的一个日子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越年轻的人呢 他越不愿意走亲戚 凡是那种年龄大的老人 然后他们就越愿意走亲戚 比如说在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吧 每到春节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去找着走亲戚 比如说他会想起来 说我姨今年应该有80多岁了吧 然后因为他看到我姨老娘 他就会想到我奶奶 我奶奶去世很多年了 所以他就想着 今年初级咱再去看看 咱姨吧就会和我妈商量 然后他就想起来 我就要是在的话 今年一个多的大年龄了 他就会在他的记忆当中 去找着他那些亲戚 然后他那些表兄表弟 今年多大年龄了 过得好吗 他就会去回忆怀念他们 然后他主动的去走亲戚 但大家先来去看看年轻人呢 年轻人他是能够少麻烦 他就少麻烦 能够不走亲 他就不走亲 自己的这个邻居 他甚至连住了好多年 他都不认识 都不太主动就打个招呼的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恩在的年轻人 特别是80后90后 甚至00后这一代 他们的亲情意识和亲情观念 世界上就越来越淡薄了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诚 这种情感的交流 这种亲情的这种融合 为什么会越来越淡薄呢 而这种社会现象 它会造成我们以后的这种人际交往 就是人脉关系 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咱们今天就来闹闹这个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不知曾几何时 我们人的这种价值观取向变了 我们的人心变了 有句话叫 富深山有远期 穷在闹市无人问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从这个走亲访友 走亲戚这样的一个立场 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好像什么时候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不是说已经建立在这种 血脉相承的这种 亲情的这种关系往上了 而是建立在一种 利益恋的一种关系往上了 就是说我会不会主动 愿意去上你家里去走访一下 看望一下 慰问一下 它是建立在你能不能给我 创造一个实际的 实实在在的价值上了 如果你能够给我创造价值 我没过年之前 我就给你送礼去了 但是转过年来 过完春节的时候呢 你可能有一个关系 之前的时候 你父母相处的挺好的 一个什么姨啊或者姑啊 一个堂兄堂弟啊 你这个姑或者姨啊 长辈去世了 然后呢 但是你下一辈 你就不愿意去走动 他也不愿意来找你 你也不愿意来找他 这个好像已经成了一个 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老人在的时候 有可能还有亲可访 还有亲戚可走 但是老人如果不在的话 就下一辈 80后甚至70后 有很多人 他都不愿意再有任何的交集了 我认真的捋了捋 这之前的这个逻辑 好像是说 我们现在走亲戚的这种感觉完全变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本身就是农村嘛 然后农民家的孩子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 什么这个达官贵人的这种亲戚 然后呢 我父亲 我父母亲带我走亲戚 那真的就是血缘关系的血亲了 每年去的时候就说 这是你姨老娘 这是你老娘 这是你老爷啊 然后这是你舅舅 大舅二舅啊 这样认 就有这种那种认祖归宗的那种感受啊 我是在去认 这是我的母亲辈上的亲戚啊 这是我的父亲辈上的亲戚 这是我爷爷辈的这个亲戚 这是我奶奶家的这个辈的亲戚 我会有一种认祖归宗 然后梳理我血脉相成的那种 人际关系的那种融入感啊 有非常强的一个带入感 就是说 我和他是沾亲带故的 我们这些人是属于一家人 我们需要相互团结 有爱 相亲相爱 是有那种感受的 但是现在再去走亲戚呢 80后或者70后的一些家长啊 他已经没有了那种老人 故意刻意去引导孩子 认祖归宗认亲的那种意识了 可能顶多带着孩子去走个亲戚吃个饭啊 然后没有那种仪式感 让孩子呢就有一种带入感 觉得这是你哪一辈 这是你母亲辈的亲戚啊 可能就自身的那种意识 就已经非常薄弱了 而对孩子的感受呢 就是跟着去吃了个饭啊 然后好的情况下呢 有可能和家长老人会给黄包啊 有些这个家长 然后不讨巧的 有可能会经常问你 今天考了多少分啊 考了多少名啊 非常让人讨厌啊 而在饭桌上开始推杯换盏的 开始吃饭的时候呢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和交流 都成了什么啊 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呀 你在哪买的房子呀 你找媳妇了没有啊 就开始各种的问啊 原来最早的时候 当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没有那种攀比心理啊 是真正的出于关心和慰问 是关怀的一个前提啊 但是现在当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差距全部拉开以后呢 如果听到说这个人 这个人在哪里高就 一年能赚几千万 那另外一个穷亲戚 有可能就想 哎呀这么能了这个人 然后就会想方设法的巴结他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差距一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嫉妒心理 那种攀比心理 就油然而生 如果唯一坐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谈到某一个亲戚啊 说他今年直接不行啊 他现在欠了很多的钱 到处躲着藏着啊 如果听到一个人落魄了 那另外的人 如果这个人不在这个桌上啊 那另外的人都开始警觉起来 离他远点 事实上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变得越来越视力 越来越现实 也正是因为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差距 越拉越大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亲情的疏离感 其实也是越拉越大的 因为你成长的太快 我还在原地踏步 当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我和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距离感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同日而语 没有办法有共同的话题聊 我们之间自然的这个差距就拉开了 所以我是有那种自卑感 出于对自己自尊心的一种保护 我是不愿意靠近你的 或者是说你宁愿勉强的 然后呢 伪装着和他坐在一起 和他交流 但是你内心里呢 也会觉得 那个人就是在炫耀 那个人就是在我的面前 各种的显摆 这种的心情呢 就特别像学生 如果这个学生成绩 一直都特别好 然后在班里 一直就考第一名第二名 或者在急步考第一名第二名 他心里就特别迫切 希望别人问他 你今天考多少名啊 他好在众亲好友面前呢 显摆一通 但如果考的成绩很差的孩子呢 就特别讨厌别人问自己考多少名 是一样的心态 亲情是什么 大家有想过吗 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 非常淳朴的一个农民家庭当中 而我受我这个家庭 就是叫原生的家庭的一个影响 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视亲情的人 可能经常关注我的网友 应该知道 最近我在写关于我父亲的一个文章 然后呢 就是我理解的亲情是 平时的时候 你可能天长日久 你感受不到 没有那种经常我来我往的那种交集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啊 这个亲情的这种关系 它就会冒出来 比如说在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哥正好结婚 然后呢 在结婚的那天 我父亲就让我去买那个毛笔 然后我们要去那个 就是记账 就是人家来贺礼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记账 我当时去买笔的时候呢 就在我们那个农村的那个狮子路口上 被一个商用的三轮车 然后呢 卖闲菜的一个大爷 开车把我别倒了 自行车都给我压烂了 当时的时候呢 我就被撞了以后呢 然后就趴在地上就晕了 后来我们那个村里的邻居呢 就赶快回家 上我家里边去给我 报信嘛 给我家里 我父亲和我大哥 当时都就匆匆的 就赶到那路口上去看 很多人都说 这谁家孩子 谁家孩子 怎样怎样 当时我大哥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我大哥会有那样的一个反应啊 因为从小我大哥和我 他都不叫我一句妹妹 他只知乎我的这个小名 然后当时我的大哥就非常的激动 然后就把那个 开三轮车的那个大爷嘛 我记得那个大爷个子不高 然后满脸胡渣 然后他就把他的衣服顶着揪起来 就说 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弄死你怎样怎样 很着急 很激动 当然他说的 可能有点包出口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婚姻状态了 我看到我大哥那样的一个 反应我特别的感动 我那时候第一次感觉 我是他的妹妹 他是我的哥哥 我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是会奋不顾身 愿意出来保护我 甚至为我去奉献和牺牲的 这样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 我和我大哥是有这样的一个亲情的 虽然我和我大哥从小就是这样 感觉上不是特别亲密 他也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关心我 管我 但是呢 我们在平时的焦虑过程当中呢 你有什么需要 我有什么需要 我们一说话 都是根本就不会打任何折扣的 我只要是能够有能力帮上你 或者你有能力能帮上我 根本就不会谈二话 立刻就全力以赴的去帮 那因为这是非常明白 在我们的这种骨子里边 在我们的血液里边 我们非常明白 这是自己家人 这是自己妹妹 这是自己哥哥 我能有全部的能力能帮上她 只要能帮她渡过难关 我绝对不会含糊的 就是这种的 叫什么 就是叫自己的这种觉知 我就知道这是我自己家人 就像我知道 这是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我的哥哥 这是我的孩子一样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人 我们自己家的事是一样的 这就是亲情 而正是因为每个家族与家族之间 还仍然存在和维系这种亲情的力量 所以说呢 在观念的时候 这个家族可能会凝聚成一股绳 才会有这种凝聚的力量在 才会呢 能够共同去度过一些难关 但是当这个亲情的这种疏离感 越来越远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亲情 越来越淡薄 然后家族的这种凝聚力 也会越来越低 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承受外界的这种压力的这种能力 它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很多人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他从来也不去寻求帮助 他也不愿意去 自己这个兄弟姐妹 也不愿意去倾诉 他就所有的事情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当真的来了一个大的 一个困难和危机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容易选择放弃 就是容易选择去轻生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亲情的这个疏离感 那你要是身边还维系 这种亲情的存在的话 你总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还可以寻求帮助 谁或许还可以帮我一把 谁还或许还可以共同 和我去分享或者分担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身边的这种亲情感 越来越弱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你自己 就是这个世界的孤家寡人 你遇到困难和打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你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比如说因为2021年 我做了很多期跟负债相关的话题 有很多人经常会跟我说 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 我不敢告诉我的老婆 我都是在一个人承担 我感觉我快承受不了了 我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 这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去承受 习惯了自己有事情 不跟别人去分享 所以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这个亲情 越来越少的时候 感觉你自己越来越势单力薄的时候 你承受外界的这个压力的打击 的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弱 这种情况能够逆转吗 不好逆转 因为我们现在时代的大背景 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如果你已经意识到 在你身边的亲情感越来越弱 你想重新把自己的这个亲情 网啊给构建搭建起来的话 然后你主动去走亲戚 不好意思啊 你的亲戚有可能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呀 是不是有事所求啊 是不是你想来巴结我呀 因为你对方的那个亲戚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他也不把这个亲情 有看得有多重 就是整个这种时代大背景啊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他首先会想到 你是不是来找我有什么事 你是不是要跟我来借钱 他已经主动的 给自己设置了这样一个屏障 就是大家已经对亲情那种信赖 已经荡然无存了 能不能还是回到50年代或60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非常单纯的那种感情 那种亲戚那种交往和交流过程当中呢 不好逆转 根本就不可能回头啊 这种的亲情越来越淡薄的这种现象呢 只能会越来越加剧 那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慢慢的降低 比如说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以后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 他会重新建立起吗 我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这种精神需求 他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比如说现在吧 很多年龄后的孩子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寄托 寄托在一个虚拟的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边了 他们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诚的 血亲的这种关系 所以说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真的是挺让人岌岌可危的 当然对于今年来说 很多人不愿走亲戚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2021年 这一年可能过得都非常的不容易 有些人把自己的房子混没了 有些人把自己的工作混没了 有些人负债累累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随收 债主成天上门 有些人呢 可能在2021年这一年 家庭破裂了 出于这种非常自卑和痛苦的心情 年关难过呀 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见这些亲戚 亲戚见了面 有可能难免就会询问你 你今年咋样啊 你现在咋样啊 你过得还好吗 你今年赚多少钱啊 会提及这些非常伤心的问题 会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们出于一种自卑和保护自己的这种心态呢 然后就不愿意走亲房 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总之呢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走亲戚 然后这种亲情感啊 越来越淡薄 亲情意识越来越薄弱 而我之前出了很多期相关的视频当中都有提到啊 要想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呢 唯一一个出路有可能就是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 加强我们的这个家庭责任意识啊 这种亲情的观念 大家去想啊 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没有所谓的这个人情味了 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时候有可能就会真正的就陷入了一种低欲望的一种陷阱里边啊 每个人都觉得活得没有意思 都觉得活得没有滋味啊 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那是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状态 好我们本期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见